我们这五届当中都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大力的支持 而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代总领事程鸿波先生 已经两届参与和见证了我们多伦多龙文化节的举办 那么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程代总肯定有自己的感想要给我们大家进行介绍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代总领事程鸿波先生上台致词 有请 赵剑主席 呼吸邮请参与的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出席今天这个多伦多文化节的庆功和颁奖活动 在此我仅代表中国驻多多总领馆向2024多年多文化节的成功举办 以衷心的祝贺 同时呢也向加拿大华人文化艺术团体联合会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表示感谢 通过刚才前面这个短片 我们反复回顾了这个今年农化节的精彩瞬间和高光时刻 同时呢我们从中啊也看到了这个活动的筹备的紧张的过程 包括刚才赵年主席丰富简短的发言 给我们勾勒了整个农化节从无到有这样一个过程 每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用中国的一句古语来形容 是最恰当不过 其做事也简 其将帝也批拒 我想刚才张经主席在发言中 我认真的听了一下 有两个关键的词 一个是祖国 祖籍国 我想为什么农化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出现这样的这个效果 这是和我们祖国 祖籍国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这个农化节的这个从 七年前八年前创立以来 从无到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也是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农化节刚才讲到了 得到了这个社会各界 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 这个广泛的支持 大家都是以这种群策群力 共襄圣举这样的精神 来做好这件事情 一会儿我知道今晚还有这个颁奖的仪式 我想在座的各位 应该说都是名副其实 能够得到这项奖项 我只顺着说 这个农化节的成功和发展 与祖国祖籍国的发展 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我们知道农化节是 多伦多地区 甚至是全家 我们说是红阳 传承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同时也是兼具 我们说中国风 国际范儿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盛事 这和当今 我们说现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 在全球全世界的推广 也是密不可分的 刚才《战经主义》也讲到了 祖国的发展 是我们海外华人 这个发展可以说是最大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正是因为有这种信心和底气 所以我们在海外推广 弘承中国文化也才有这样的进气神 我想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战经主义》刚才讲到的主流 我非常赞同 为什么说这个龙文化 我们知道这个龙的形象 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各种零售的一个集合体 是多元一体 它的内涵不但丰富发展 充分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种发展道路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 每每每与共这样融合相处的知道 所以我想这个以龙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它这种和谐开放包容的基本特质 是可以加大多元的多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社会 这样一种核心主流价值观 我可以说是高度契合理念相通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张建主席讲到的 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一定要和当地的我们说本土化 去和主流融合结合 这也是我刚才讲到的 我相信在多伦多也好 在整个加拿大也好 弘扬办好这个龙文化节 弘扬中华文化 对于这个央纳的多元文化的建设 也必将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长期以来 刚才张建主席给大家也介绍了 加花一年也是立足坚持 扎根本土社区 以多项的可以说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大型的又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活动 赢得了整个社区的这个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我也相信刚才张建主席讲到了 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展望和愿景 我也相信在在多各位的共同努力下 共同支持下 加花一年团结 这个凝聚 领区包括甚至全家的 我们不仅是刚才讲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包括我们所有的华侨华人 共同为实现 我们说供应我们的和谐 这个侨舍 不断提升 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维护我们的这个合法权益 做出这个积极的贡献 在此呢我也是祝愿 加花一年这个不断的 这个取得更大的发展 最后我也是祝愿在座各位 身体健康 事业顺遂 谢谢大家 谢谢程总 常代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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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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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订阅 Brandon